平常習慣的生活不掉 其實都靠著好多人默默付出 才能讓交通不至於亂成一團 從校門口的導護媽媽 公車司機甚至是維修號制的公園 小小螺絲成就順暢交通 交通執法組第二名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交通經安獎在新北市舉辦 其中新北市政府榮獲多項獎項 像是交通執法新北市警察局也獲獎 交通安全一環僅扣著一環 像是交通執法 可以說是警察機關年度總檢討 包含事故統計分析 以及遠景專業訓練安全宣導 連續獲得佳績 也等於是中央給予遠景努力的肯定 這次新北市府一局獲得卓越獎 等十四項大獎 但努力不停歇 市府團隊繼續努力 維護友善的交通環境 TV越新聞羅康章新北市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拓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報告